确实有看房子 林一街就位在台北市淡黃區 不只地段好 交通方便住起來更是隱密 尤其這裡的豪宅成交價 基本上都是破億元起跳 林一街這區域有多精華 頂心衛家在這裡蓋了棟豪宅 藝人余文樂也是住在這 實價登錄一瓶少說 都得120到170萬 更別說陳佩琪能看入眼的 又有多少 畢竟她在立法院附近 看的1.2億豪宅 一個月的租金就要15萬 林一街就是過去所謂的觀像 那從幾十年以前 都聚集了很多政商名流 比較少來這邊的人 很有可能都會迷路 就是看準林一街特色 陳佩琪形容這裡就像八卦鎮 為了房記者才鎖定這區域 但買房原因一變再變 原本說是想讓兒子婚後住附近 結果又改口是幫兒子換間房 好讓他趕快找媳婦 但話風一轉 陳佩琪又扯出柯文哲年邁的爸媽 來當擋箭牌 只是買個房 卻這樣東扯西扯 也讓前鄰居看不下去 抱怨跟他住在同一棟 問題真的很多 維護人員 在這棟大樓所有的用電 什麼使用 他用最少的錢 但是這棟大樓 感覺就像他個人觀底 陳佩琪一家不吃虧 畢竟夏日的傍晚這麼涼 閒閒沒事到附近看看房 或許只是日常 但隨便看看都破譯 也難怪被網路酸說 柯文哲落實居住正義 東森新聞 煉製澳洲 佩宇台北報導